让我们掌声有请 龙的传人 王力宏 大家好 我是王力宏 我来这个节目之前 很多人在网络上留言说 为什么你王力宏 要上吐槽大会 一个人生大赢家 为什么要上这种节目 是王力宏疯了吗 我现在知道 好像有点点疯 但其实这个年代 大家都太玻璃心了 你们都要明白一点 就是比别人dis 现在未必是坏事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哪怕是王力宏 仔细想一想 刚刚嘉宾们吐槽我的点了 微博上早就见过 我根本不在乎 因为每一条我都举报了 有人说我来这个节目 怕不怕脱粉呢 我还怕脱粉吗 我连鞋子都敢脱了 热狗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取这个名字 一听就觉得不太健康啊 不适合做音乐 音乐是人类的精神食粮 热狗是一种垃圾食物 所以健康生活 要多听音乐 远离热狗啊 热狗的歌里啊 就是dis dis来dis去 更不屑我们这些流行歌手 我啊 陶者啊 JJ啊 Jolin啊 杰伦 都被你dis过 非常高产啊 谁红 就dis谁 都说热狗的词写得不错 他哪里在写词啊 明明是在碰词啊 虽然 热狗dis了这么多人 我还是很佩服他 因为热狗早年的说唱 还是很real的 这两年呢 嗯 怎么说呢 越来越skr 陶者 陶者 真的是 我最好的兄弟 从小 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而且是紧身裤 陶者刚说 我唱得太紧啊 其实不是我太紧啊 兄弟 是你太垮了 唱歌全是 oh yeah I love you oh yeah 无法再爱你 baby oh yeah 说你爱我 oh yeah 他不是R&B教父 他是oh yeah 教父 你一个人 又要唱歌 又要oh yeah 自己捧自己的唱 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 你不用这么累 内地就有一个组合 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里面有一个人 专门负责oh yeah 名字叫做凤凤传奇 兄弟 其实你可以考虑跟凤凰传奇合作 或者是找一位说唱歌手 想热狗 非常适合 I love you oh yeah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陶者 二十年前 他开着一台很炫的跑车 戴着墨镜 仿佛看到凤凤传奇的MV一样 他又摇下了车窗 摘下了眼镜 oh yeah 帅吧 我当时就暗下了决心 我这辈子不会买跑车 王沛宇老师 金剧就很厉害 一个字就可以唱很久 祈当年 一点都不浪费 有一次我带我侄子去听戏 果然小朋友很快就睡着了 所以欣赏金剧 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 我很佩服王沛宇老师 一直在推广金剧 上各种奏音节目 推广效果非常好 大家都记住了王沛宇 忘了金剧 我也是戏名 我的歌里也都加很多金剧的元素 用我的一点点影响力 为传统文化出一份力 关于歌曲里面 加金剧这件事 佩宇老师刚刚也给了我一个非常专业的建议 不要加 佩宇 俗话说得好 你不加 我不加 金剧何时能开花 你不唱 我不唱 金剧舞台空荡荡 听说 飞飞 也是一个音乐人 听说 没亲眼见过 但来我的吐槽大会 可能是你生命里 最接近音乐的一次 恭喜 池子 听说 你最近也开始玩音乐了 对 吹笛子 能吹响吗 能吹 两只老虎吗 好 那 飞飞啊 你得像池子 多多学习 王菊 号称中国碧阳斯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模仿别人 华语音乐应该有自己的坚持 放心 王菊 这件事 如果我见到了碧阳斯 我不会告诉他 让他继续当一个局外人 怎么样 王菊 这叫做大局为重 你的粉丝真的很棒 特别创造了菊花宝典 来支持你 说你无所谓菊 一菊两得菊事已定 在他们的支持之下 你就在节目中最终 被被破菊 被被出菊 被破出菊 这个宝典可能写得不准啊 其实王菊在节目里 是真正的逆风翻盘 节目结束后 就顺速的顺风崩盘 没有 但是我出道 其实出道只是一个开始 想要在演艺事业中走得更长久 作为前辈的我 我在这里要告诉你 所有的演员 所有演艺界的年轻朋友们 记住五个字 转发杨超越 以前有人说 我壮脸黎智亭 普巴甲 还行 那都是帅哥 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高晓松了 还有人说 我像张学游大哥的表情包 听到这里 我真的是 情绪逐渐失控 刚妙样 其实 现在对我而言 形象啊 外表啊 穿着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能在这个世界上 留下什么样子的作品 能给出什么贡献 大家都说 我是学霸 其实在家里 哥哥弟弟都比我优秀 我哥哥高考的时候 是全校历史以来第一名 当时的布什总统 还亲自写信祝贺他 跟他们比 我就是个学渣 还好 我会拉琴 音乐学得好 有什么办法 还不是因为文化课 考不够他们 出道这二十三年来 我演了二十部电影 出了二十几张专辑 发行了两百一十九首歌 这么多的作品当中 谢谢你的鼓掌啊 但是无论从改变自己的环保意识 到盖世英雄的金句说唱 从心中的日月的少数民族R&B 到AII的人工智能电音 我写的一直都是心里 最想和粉丝们说的话 我一直都在跟你们用音乐 诚恳地交流 今晚我的目的明确 带庆祷到全世界 一直是我的梦想 也从来没有改变 因为我相信 我们的文化和情感 最能够给世界带来 爱与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 我这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龙的船人2060》 要去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城市 这么多的地方 就是要把我们中国人的音乐 带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会继续演 继续唱 一直到84岁 也就是说 我们的约定 真的到2060 到时候 你们如果还来我的演唱会 二哥我 还帮你们擦座位 谢谢大家 我是王力宏 啊 啊 啊